超級裝備 爬窗動物救援団體 派人前往南投埔里 因為在四號下午 有一隻凱門眼鏡餓 藏身在腳白筍田中 四號晚上九點多 捕捉人員和筍農在田裡 拿著手電筒仔細搜索 卻不見鱷魚身影 離開上來大概 一尺左右就是暗了 這邊的地點是跑不起來 找了一個多小時 繞了整個筍田 救援人員初步判斷 農田和路面落差兩公尺 鱷魚無法上岸 暫時撤離 五號早上 爬窗動物救援団體 再次出動 只是正值腳白筍產季 筍農忙著採收 身邊多了不定時炸彈 難免啪啪的 看到人來就對了 就是鬼鬼祟祟的就對了 比較凶狠的寵物 放在田裡面 我們也會害怕 希望大家不要欺養牠們 據了解消防單位 勤務內容不包含捕捉鱷魚 因此每每見到鱷魚 都是由爬蟲動物救援團體協助 光是一年下來 動保團體就收到 民眾送養的五隻鱷魚 遭到棄養 在野外捕捉 搞達七隻 一共十二隻 鱷魚的一個捕捉 也涉及到專業的部分 目前在縣五這邊 還是比較缺乏 這方面的相關的專業人員 也會洽解 兩棲爬蟲協會的人員 這個捕捉方面來給予協助 動保團體從地形判斷 鱷魚無法離開筍田 呼籲民眾不要前往現場圍觀 目前仍持續在腳擺筍田 尋找鱷魚身影 將會協助縣府捕捉安置 蔡麗芬 吳坤 劉漢偉忠 追南投報導 偕竟相應